但是你彻底把它分析起来 却找不到这样的人 单念就是很可怕 爱一个人 回来也想 睡觉也想 每天都想 单相思 中药也吃不好 西药也吃不好 爱上一个人 自己又不敢讲 是不是 内心里面 回来就一直想 一直想 快发疯了 爱恨交织 会毁掉一个人 会让人发疯 会发狂 是不是 佛陀叫我们 要冷静一下 如果你爱得发狂 或到恨之入骨 你要冷静一下 你这个感受 是真的是假的 佛陀叫我们做 总监观 总就是坟墓 叫我们做善观 善观就是 你把它散开来 散开来 如果菜市场 也有在卖人肉 叉烧包 人肉 也像猪 这样切开来 头发剃掉 把头 手一节一节的 是不是 一节一节的 吊起来 吊在菜市场 吊在菜市场 是不是 当你 当你看到的时候 那个头吊起来 他还这样 眼睛看你 把他舌头伸了 他还问 要不要买 你所爱的那个对象 世尊说 其实他不存在 阿罕经讲 不像在 你一直知道 他是真的 而佛陀说 那是假的 他是生命无常 他会变化的 佛陀不得已 就叫你 不静观 苦观 空观 虫观 虫就是你死了 不埋葬 它就会长虫 农观 农啊 就是农血 那个农啊 全身都布满着血 因为你看不破嘛 爱得死去活来嘛 或者是恨之入骨嘛 做情绪的变化的时候 明就是 明明有这种感受啊 而佛陀说 那种感受是虚妄的 所以这个就是虚妄 虚明妄想 再来 响应中 是融通妄想 什么叫融通 就融通色法跟心法 是不是啊 这个色身 是物质世界 可是我们一动念 比如说 我们晚上十点了 很饿 动念 去外面喝一点豆浆 烧饼油条 或者是 去吃一点宵夜 稀饭 他一动念 他就驱使这个色身 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色身是物质 为什么会让你左右呢 就是因为有妄想 所以融通就是融通色法 还是心法 变成一致 简单讲就是桥梁 融通就是桥梁 行音中 是幽影 妄想 这一定要做笔记的 幽影就是 维系生灭 难以解察 幽影 譬如说 指甲长 头发也长了 我们这个头发 长了 是不是啊 女孩子 要留得越长 她认为越好 长发飘逸 不过洗起头来 就很麻烦了 因为很长 很长有个好处了 往后面 是长发飘逸 那么往前面 就是鬼怪片里面 最好的主角 要言鬼的话 就不用戴假发了 那么我呢 从小呢 就有这个头皮屑 我从大学啊 高中没话讲了 一定要剃光头 读到大学呢 全校 全逢甲大学 差不多 除了那一些 秃头的 大学教授 没有头发的以外 全校图书馆 rivalry 近期一看 就是有一个 大学生 剃光头的 那个就是我 我 就是唯一 那大学的同学 都是留着头发很长 而且常常做一种 潇洒的动作就是 大学的同学 每次都做这种动作 有的已经没有毛了 剃得快光了 他也这样 头发长 指甲长 新陈代谢 维系的 这个通工叫做 幽影妄想 所以读大学的时候 似乎全部就是 剃光头 一直到今天 我就是出家的命 出家的命 以及 世音中之虚无妄想 世音中 虚无 虚无就是 看起来你执着 好像是有事在 其实那是多余的 所以说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注意这个是 还是要解释一下 我们上一个礼拜说 第一能变 是由清净自信 一念不解 转变成第八意识 这是第一能变 由第八意识 第二能变 转变成第七意识的 我法二指 我贱 我贪 我慢 我吃 第三能变 是第七意识 转为前六事 诸位 在这里还要强调的 你一定要很清楚的 是 有两种状况 在一般的解释 是执着分别和颠倒 但是 如果加上染 和清净 那么事就变成中庸 中道 它是中性的名词 注意听 这里很重要 如果我们只有讲 颜耳鼻舌身 亦 摩罗斯 阿赖 也是 那么就有染污了 如果我们想 颜耳鼻舌身 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 这个是没有染污 是中性的名词 你要弄得很清楚 第八意识 是中性的名词 染污呢 叫做阿赖 也是 转清净呢 叫做大言净字 第七意识 叫做中性的名词 染污呢 叫做摩罗斯 转世称字以后 叫做平等性字 第六意识 叫做中性的名词 如果染污呢 叫做分别世识 分别世识 分别心的分别 识就是世相的识 理识的识 分别识识 那么转世称字以后 叫做妙观察字 那么前五识 是平常 是随着第六意识的 分别和第七意识的 执着而转 第六意识 是 配合着前五识 起心动念 那么前五识 就叫做分别世识 那么 如果是转世成识 前五识 就叫做成所作字 如果前五识 配合着第七意识 叫做染污 就是执着 那么前五识 就会变成我执跟法执的 一个前兆 因为它是六根 言而鼻舌生意 是对外嘛 对外嘛 所以 言而鼻舌生意 言而鼻舌生意 排在外面 言而鼻舌生 排在外面 意排在这里 意就是分别 识就排在更后面 那么 分别跟执着 它有时候同时 有时候分别比较强 有时候执着比较强 那么两个 一念之间 时间非常的短暂 所以 第六意识的分别 第七意识 执着同时都在 包括你晚上做梦 你都有梦到 你自己有一个身体 你在吃东西 你在跟人家吵架 你捡到钱 连你睡梦当中 那个我 通通没有办法破 所以我们要了解 如果 再讲一遍 如果讲言而鼻舌生意 言是 耳是 鼻是 舌是 生是 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 这个是中性的 如果讲言而鼻舌生意 分别是 摩罗是 阿赖也识 这个是染污了 如果已经转世成字 那么 那么就是 第八意识 转大言禁字 就是阿赖也识 转化 转世成字 变成 大言禁字 第七意识 转世成字 变成平等性字 第六意识 转世成字 分别诗识 转世成字 就是变成 妙观察字 前五识 叫做 尘所作字 尘所作 完成的尘 所作 所作皆成的意思 叫做 尘所作 佛就是有这种功夫 佛就是有这种功夫 所以这个 世音中的虚无 虚无就是 看起来好像有 你看 我们的分别心 明明看到 一个人 佛陀告诉我们 过去心不可得 信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达忘本空 知真本有 一切的 忘心 知识 忘静 这个就是 轮回的根本 不知道 这个生死的根本 就是生命的 情绪作用 所以 因为讲 Cound down Cound down 你要冷静 冷静 Silence 保持 沉默 冷静下来 换句话说 你见一切像 都知道 那是如梦幻泡影的 不要做太多的 情绪变化 这个人 好坏 那不关我的事情 记得 只要跟我们的 生死没有关系的 就是彻底放下 用台语讲 就是 当我们 你命中这一口气 要断的时候 那些是非恩怨 善恶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不要苦的自己 底下 说 义和 为戒 义就是智 戒就是戒线 为 若一破除此五因 其破到什么戒线 才已达到 其边际 也就是说 需要修到什么地步 才算完成 作将来眼 作将来正法之眼目 而能辨识一切 邪妄 一贯 此时 阿难及从 做起 以文佛 无上 开示 教诲 而 典礼 清静 奉承法治 既亦受辞 而无妄施 一大宗中 充护白佛 如佛所言 五因相中 以五种虚妄之想 就是妄想 为根本想心 我等平常 就是平日 未曾猛如来 为妙开示 此五种妄想 为五因根本 由此五因之破除 为一并 顿然 消除 亦为 彻底 渐进 如是五因之五重 覆盖 若以破除 当意 那么会 达到 何为 界限 需修到什么地步 才算完成 为愿如来 发宣大慈 为此大众 得 清明 之心目 并以为 末世一切众生 做将来正法之眼目 得以辨识一切法 二五二七 二 总达 五因 生灭 本因 同是妄想 妄 言五因 色受想心事 其实都是妄想 什么叫妄想 都是言起言面 不实在的 你误认为真 万法 无有真 理假 一切真 你不知道 万法 都是言起言面的假象 一定会败坏的 它是迟早的事情 换句话说 我们不知道 无常什么时候会到 但是我们知道 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 跟空间 我们一定会消失 在这个宇宙当中 但是死有重于泰山 轻于红毛 我们既然 我们大家都知道要死 为什么不死的 洒脱一点 为什么不在 有生之年 做出我们 应该对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对人类 所应该有的贡献 为什么要自私自利 为什么这么狠 这么残忍地面对 对待众生 没有邪佛是很悲惨的 我告诉你 三十年来 我始终没有办法 忘记这一幕 众生没有邪佛的 这种残忍 有一次我跟陈中心 在大学宿舍 大概太阳西下 六七点的时候 天色有一点昏暗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夜光 要走出冯甲大学的宿舍 出来的时候 他身高一百八十五 我身高一百五十八 两个就走出来 经过那个宿舍 绕到在这个体育馆的后面 有一个块空地 走到那个地方 那一幕到现在三十年 我都没有办法忘记 哪一幕呢 我们大学里面 有一个校工 就是就在里面 学校里面的一个校工 就是看顾看管冯甲大学的 安全的啊等等啊